说起杨蓉 演技从来没有拉过后腿 但她的热度却不多 因为她不爱蹭热度帛流量丽人设 喜欢安安静静地钻研演技 说起她 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过去的 那就是于正 作为她的老同学 没少为她在角色挑选上下功夫 只可惜 眼看着身边的一批批从 积极无名到大女主的小花 如赵丽颖 杨敏 吴锦炎等 也许最了解她的是于正 从陆珍传奇里叱咤风云的肖幻云 再到美人为宪的女警白锦西 亦获是千金女贼中的杜小涵 杨龙在于正的带领下多次尝试反派角色 奠定了杨龙式的演技派和戏录 之后试着演主角 角色虽然也能都被她完美地诠释 但总觉得不如坏坏女儿那么带感 果言 她又带着坏坏角色来袭 《护心》里饰演不仅坏 坏得有点变态的美人 又叫风批美人 《护心》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九路飞香》这个名字已经不陌生了 爱追剧的小伙伴 还记得2019年有白鹿 徐凯主演的《招摇》吗 那是《九路飞香》小说影视化的第一部 再说几部 如今年年初的《玉交际》 还未播放的《七十吉祥》 与《凤行》等 因此对这部《护心》 期待值非常大 此剧讲述了一个悬门修仙少女 宴会因为太过叛逆而被逐出师门 本想过混吃等死 天上吊钱的闲鱼生活 却被传闻中的恶龙天药坑蒙拐骗 而不得不帮恶龙找其身体封印 最终对抗终极大魔王的故事 其中 杨蓉饰演的师女二素颖 素颖作为广寒门的掌门 连气质清冷 文中是这样描述她的出场 踏跃而来 青丝缭绕 秋水某 这几个词 已经不允许她不是一位美人了 不止言之 她还拥有强大的武力值 本来的她前途一片光明 却因为她爱上了一个凡人 转动了自己的命轮 她为了给心爱之人续命 竟然故意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主 趁对方对自己的信任 在新婚之夜将男主大谢八块 取得龙龄 这是有多恨男主 把人杀了就杀了 还大谢几块 这不是疯狂变态是傻 她以为她算计的每一步都天衣无缝 无奈聪明反被聪明误 最终还是无法保住那个心爱的凡人 本来做事就极端偏执的素颖 更加的疯狂 幻想着找回爱人 把坏事做尽 最终落了个自寻生亡的下场 互信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 由侯明浩和周爷主演 杨勇、张志尧特别出演 《九路飞香》有好几部作品影视化了 比如《招摇》、《苍蓝杰》、《与凤星》、《七时吉祥》、《与君出相识》等 这部《护心》也暂定在12月播出 去年完成了《杀青》 算算一年的时间差不多 之前剧版《招商》的时候 也说的是今年第四季度 侯明浩饰演的男主是千年龙妖天药 在《大婚之日》被心上人素颖扒皮抽筋封印 就是为了取走他的龙领 给喜欢的凡人做续命铠甲 看来这部剧作品 延续了《九路飞香》劣主角的习惯 男主也太惨了吧 被骗了感情还不够 身体还被大些八块封印四方 周夜饰演的女主宴会 是一名悬门修仙少女 一字意外解开了《天药》的封印 她体内还有对方的内担和护心灵 在《天药》的软硬尖尸下 燕回只能被迫结伴 帮助她一步步找回了身体的各个部位 燕回心地善良 哪怕多次被《天药》置于危险中 也没有抱怨 中途有机会离开 可是燕回怜惜孤苦的《天药》留了下来 多次用心头血帮她找身体的部位 慢慢捂热了《天药》冰冷的心 看小说的剧情 两位主角是相互救赎的那种 人类修仙少女 遇到冷酷千年龙妖 侯明浩和周也的颜值都不错 年轻的帅哥美女眼先辖剧 再颜值这块是合格了 侯明浩在剧中的造型也很帅气 黑衣白衣高马尾魔画版等 可谓是应有尽有 她的演技也还不错 又有美强惨的人设加持 播出效果应该不会差 除了两位主角外 这部剧定外的两个看点 就是特别出演的杨蓉和张志瑶 他们还分别饰演了男女主的初恋 杨蓉饰演的素颖是个修仙的 风批美人 夏凡丽姐爱上了凡人将军 后来为了给爱人续命 杀了喜欢她的男主 可惜付出这么多 凡人转世后还是喜欢上了别人 素颖还执迷不悟 最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杨蓉的演技没得说 一个眼神的转变就相当厉害 不用妆容的黑化 小说是为了爱情杀男主 剧版为了格局改成权力可能会更好 还有张志瑶饰演的凌霄 她是女主的师父 也是女主曾经喜欢的人 一头白发仙气飘飘 摇大的状态没话说 有点孟茴子应真人啦 沪欣这部剧的配角里面 比较熟悉的是关志斌 饰演的角色叫做长蓝和陈毅 又是一位不老男神 这部剧有九路飞香的小说剧情加持 加上年轻好看的主角 热度应该不错 就是女角色的造型有点差劲 是女角色的造型有点创复的 反对人担心也有点差务 这是女角色的五位 女角色的一位 还能由是女角色的在一位 男角色发挤予补 权和来支援的衣服